第81章 相撞 立场发生仪是小羽的噩梦 小羽的几万艘飞船 因为立场发生仪的存在 至少降低了一半的攻击力 损耗率提升了50%以上 可以说 如果没有立场发生仪 小羽完全可以支撑到 小心心带的保定号会员 有了保定号 小羽就又可以多支撑一段时间 有很大的希望支撑到唐山号和廊坊号 以及他们所带领的那一万艘飞船回来 到时候就是路卡飞船的末日 为了摧毁立场发生仪 小羽做了各种尝试 但是全都失败了 摧毁了立场发生仪 小羽的胜率将提高到80% 而如果摧毁不掉她 小羽的胜率将降低为零 为了摧毁的立场发生仪 小羽制定出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但如果不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小羽是万万不想使用这个计划的 但是现在 已经是最最危急的时刻了 立场发生仪 不止在田园A上面 既然无法摧毁立场发生仪 那就摧毁 田园A吧 小羽长叹了一声 田园4 对不起了 为了我的生存 必须牺牲掉你了 小羽在田园4星系中 待了几百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 小羽的各种科技 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小羽对这里 是有感情的 然而现在 小羽却要亲手 去毁掉这一切 我不知在田园A上面的 行星发动机 基本上都是完好的 那么推动着田园A 撞击田园4吧 卢卡飞船 必然不会跟随田园A 去通归于尽 那只要他们 离开田园A15万公里 立场发生仪 就会失去作用了 到了那个时候 将会是我 反击的时刻 小羽 将这个计划 完善了起来 小羽和行星发动机之间的联系 是点对点的 超距通讯 小羽在每一艘 世纪飞船内 都安装了 一万台超距通讯仪 与行星发动机 一一对应 所以 那一百艘 卢卡飞船 释放电波干扰 并不会影响到 小羽 与行星发动机之间的联系 随着指令的下达 立刻 在田园A的表面 A区和B区的几千台 行星发动机 同时被发动了起来 田园A 立刻开始了颤抖 这是整颗行星的颤抖 面对着 数千台功率 巨大的行星发动机 就连一颗星球 都会为之震产 情况已经这样了 那就不用再在乎 田园A的地壳 损坏情况了 行星发动机 全功率发动吧 小羽 带着一丝疯狂的意味 下达了这个命令 之前 为田园A搬家 小羽是经过了 精密的计算的 就是为了 不破坏 田园A的地壳 可是现在 小羽再也不用 在乎这些了 田园A 即将在小羽的手中 毁灭 A区和B区的 行星发动机 一处负责为 田园A减速 这样 田园A的公转离心力 将不足以 抵消 田园4 对其的引力 另一处 另一处负责向 田园4的方向 推动田园A 这样 田园A会以更快的速度 向着田园4掉落 这颗行星 将会撞击田园4 这是行星和横行之间的撞击 可以预见 这种等级的对撞 绝对会比木月相撞 所释放出的能量 高出无数倍 这是多么疯狂的事情 随着小羽命令的下达 数千台行星发动机 全功率发动起来 它们喷出了长长的蓝色尾巴 在太空中摇曳着 巨大的物质喷射 赋予了它们 无以伦比的强大动力 而这些动力 全部都施加到了田园A上面 小羽看到 一台行星发动机 因为功率太大 整个头部 都扎入到了田园A的地面之下 这台行星发动机周围 则高高的隆起 形成了一个环形山 天园A开始怒吼 在田园A的大地上 地表开始军裂 无数条深不见底的裂缝 开始蔓延 长度足足有几千公里 像是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痕 无数炽热的岩浆 从地底涌了出来 像是河流一般 在地面蔓延 同时 有的地壳坚硬的地方 地表并没有出现裂缝 但是地底强大的压力 让内部的岩浆逆流而上 直接将地壳冲出了一个缺口 然后 就像是火山喷发一般 地底的岩浆 通过这个缺口 足足喷发出了几百米高 然后才像是火雨一般 降落了下来 除了剧烈的火山活动以外 小雨还观测到 在天苑A之上 发生了极其强烈的地震 天苑A的地壳 已经被行星发动几几岁 裂成了几块 然后 这几块大路 就像是地球上那样 互相碰撞 互相挤压 然后 强烈的地震 就爆发了出来 用翻天覆地 翻江倒海来形容 都毫不夸张 小雨清晰地看到 这阵强烈的地震 直接将天苑A上面 一座高有八百米的环形山 直接移位平地 而在另一处 强烈的地震 在一个小时之内 造出了一座高达两千多米的高山 这个地震的阵级 已经远远地超过了 十二级 这 就像是一颗行星 临死之前 不甘地怒吼 这经济是 星星发动机 发动后六十秒的情景 这一次 行星发动机 是全功率发动 在小雨的预计中 这些发动机 将可以为天苑A 提供每一秒钟 十米的减速 再加上 B区发动机的推动作用 只需要最多五个小时 天苑A 就会被推动的 掉落到天苑4中去 如果路卡文明 还具有基本的天文 以及计算知识的话 它们现在 就应该逃跑了 行星撞击恒星 会释放出多大的能量 小雨没有计算过 但是小雨知道 这种能量的层级 绝对是超越了 自己想象的 在目前两千万公里 的距离之上 自己的飞船 抵挡不住 路卡文明的飞船 也抵挡不住 而只要他们一逃跑 那就代表着 处在包围圈之内的自己 也将被动地逃跑 然后 所有的飞船 都会远离 立场发生仪 小雨 将重新拥有 与对方公平一战的机会 而这 就是小雨所一直追求的 可是 小雨看到 路卡文明 并没有逃跑 不仅没有逃跑 他们反而选择 分出了两百艘飞船 迅速地脱离了战场 小雨知道 他们 是去摧毁 行星发动机了 行星发动机 只要持续发动一个小时 天苑A 就会出于不可逆转的 撞击轨道 也就是说 我必须 要保护他们一个小时 小雨迅速地得出了结论 然后 小雨毫不犹豫地 从外层飞船中 分出了三千艘飞船 朝着那两百艘飞船 追击而去 几千艘飞船 在充满巨大裂缝 到处都是岩浆肆虐 剧烈火山的天苑A地表上 追逐 死杀着 路卡飞船 要摧毁行星发动机 而小雨 则要保护 行星发动机 在A区 一台行星发动机的头部 陷入地表 足足一百米深 而且 随着尾部 依旧不断传来的巨大能量 这个神度 还在继续加深 在她的身边 肆虐的岩浆 已经汇聚成了河流 将她巨大的钢铁身躯 给浸泡了起来 但是后装的装甲 以及良好的隔热性能 让她依旧可以工作下去 至少 在被岩浆破坏之前 再工作一个小时 还是不成问题的 可是 岩浆和地震 没有将她摧毁 而一颗来自数千公里 高空的炮弹 却摧毁了她 那是一艘 卢卡文明的相机飞船 她在十艘飞船的攻击 纠缠之下 找到了机会 将一发能量炮弹 打了下来 这一发能量炮弹 直接将这台行星发动机 整个炸成了碎片 然后 只是这一下耽误 她 就被纠缠着的 十艘飞船所击毁 这艘卢卡飞船 拖着滚滚的浓烟 掉落了下来 正好掉在了这台 行星发动机的旁边 像是为行星发动机 陪葬的祭品 这种情景 在天苑A上 数百个地方 同时发生着 可以使用的行星发动机 一共有五千多台 现在 这个数量 正在缓慢地降低 超复合 超复合 反正用过这一次 就不用了 坏了就坏了 所有行星发动机 超复合运转 小雨 无声地怒吼着 下达了新的命令 尚且剩余的四千多台 行星发动机 再次加大了功率 它们尾部喷射出的 幽蓝色的尾巴 更加明亮 它们下陷的速度 越来越快 天苑A 火山 和地震 都变得愈发剧烈 天苑A 就像是一颗甜美多汁的橙子 不知在它表面的行星发动机 则是用力 捏动这颗橙子的大手 在这只大手的用力挤压之下 这颗橙子内部的岩浆 无可避免地喷射了出来 小雨看到 喷射最高的一束岩浆 甚至直接碰到了 天苑A的同步轨道 在被太空极端低温的环境冷却之后 这些岩浆 将变成一颗颗石块 开始围绕着天苑A转动 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天苑A的轨道 已经被推进了三千公里 速度已经降低了五公里 而这个数据 还在不断地增加着 只要行星发动机 再持续发动超过三十分钟 天苑A与天苑4的撞击 将不可避免 现在的情况下 如果小雨停止A区和B区的 行星发动机 转而用C区和D区的 行星发动机 为天苑A加速和推离的话 天苑A还不至于死亡 而只要再持续超过三十分钟 到那个时候 就连小雨 都没有办法反救天苑A了 行星发动机 已经被摧毁了一千台 还剩下四千多台 就在这个时候 小雨看到了 让她欣喜不已的一幕 似乎 是认为自己并没有阻止 这一切发生的能力 鲁卡文明的飞船 开始朝着外太空 逃跑了 所有的飞船 都离开那个 给小雨带来无数噩梦的 立场发生意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